我叫布林姐,我是一个机场保安 我的工作就是保卫机场的平安 维持稳定的秩序 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所以这就是你把危险分子放进飞机的原因咯 那当然,那是我已经完全洞察了那家伙的危险程度 为了保证送你去天堂机场的和谐与安定 我就直接将他吊虎离山,送上了飞机 吊虎离山是这样用的吗? 你在想什么? 你不知道这样后果会更严重吗? 可我就是个机场保安 飞机上发生什么应该不归我管吧 等等,你怎么这么眼熟? 你不是上次带着炸药面具还有手枪来做飞机的家伙吗? 没错,正是在下 怎么样,意味意外,惊不惊喜 举起手来 你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你一个被驱逐出机场的乘客 怎么赶到这里对机场饿吧 机场保安问这问哪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么本大爷就大发 哪来的野鸡系那么多 浪费老娘宝贵的工作时间 对不起,实在是抱歉 对不起,有人要警察干什么 我也没有想到你是机场过来的 安全测试员呢 你早点报身份不就完了吗 我倒是想说,你给我这个机会了吗 哎,你这么说好像也,也,也,也是啊 作为职业保安 我的言语,防御,密不透风 不鬼之徒完全没有办法看自己来着啊 别废话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那应该也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 不知道 没错,这里就是我第一次遇见那个劫机歹逐的时候 要是再让我遇到他 我一定会将他赶一马下 你这个成语用的倒是没错 但是你为什么真的把马带进机场来啊 这不是为了烘破气氛吗 那你那你,我要是再遇到那个歹徒 我一定骑着宝马击毙他 刚刚刚,是不是有个人走过去了 好像是的 跪啊 行行行行行 为什么你在接受审讯的时候还可以睡着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这不是工作太累了吗 你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我不问个锤子啊 不是你在审讯我吗 你快点继续啊 本大爷还赶时间呢 哎 啊,哦,我刚刚做了个梦 梦见是我们机场过来的安全员来着 没错啊 什么,那难道我闷到的都是真的啊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嘿嘿